好 今天來講這個 就是 它完全可以控制你的手機 可以整理你的手機 備份資料 戶傳資料 或者是 把手機當作無線的監視器來使用 那它的用法很簡單 它只要裝這個東西 電腦端不用裝 電腦端不用裝東西 手機只要裝這個APP 所以大家待會在你的Play商店把它裝好之後 我現在來操作一次給各位看 我先把我的畫面連接一下 這是手機端的畫面 那你裝好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AirJoy的按鈕在上面 那我們直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它 這一個APP 如果你是 就是用 這個 放橫的 放橫的 你可以看到它給你兩個網址 對不對 那兩個網址 如果你要跨網段 就是你不是在同一個區網裡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使用跨網段的方法 那跨網段的方法 你就是 你的 我們跟電腦 電腦跟手機連線的方式 它是用瀏覽器 用瀏覽器連線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要把你的瀏覽器打開 把你的瀏覽器打開 打開之後 你要在你的網址上面 輸入 輸入這個網址 那下面是用區網的方式 用區網 它免費的版本 用區網的方式 它就是隨便你用 用到爽 沒有任何限制 那如果你用跨網段的 跨網段的方式 它會要進到它的原廠網站 然後它會出現一個QR Code 給你掃 掃描之後它就可以連接 那跨網段的方式 就沒有分你在哪裡 沒有分你是哪一個網段 然後它免費也可以用 但是免費它有限制你的流量 到多少它就會停掉了 你就不能跨網斷了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用區網的方式 來做連接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打進去 你的網址列 10.100 冒號4.8 好 輸入進去之後呢 你的手機就會出現這個 問你可不可以連接 你就要回覆接受 當你接受之後呢 它就已經跟你連接了 那這時候你的手機去做別的事都沒有關係 就不管它 只要不要中斷連線就好 那各位來看一下電腦這邊的畫面 這個是電腦端的畫面 這個剪接畫面把它關掉 好 各位它對你的手機完全一目了然 你的容量剩多少 然後呢 你的所有它能控制的東西都在這邊 包括它可以看你的訊息 這是手機裡面的訊息喔 它可以看可以管理 比如說這個又是 一天到晚都有這種廣告對不對 不要就把它刪掉 然後你也可以在這邊直接發送訊息喔 比如說 這個是回覆給它的喔 這個是垃圾訊息 就把它刪除 4.4以下可以啦 因為我的手機是5.0以上 新版的 所以這樣它還沒更新版本有錢不行 但是你們一般舊的喔 4.多版的都可以直接刪除做管理 然後所以電腦 你要在手機上整理這些東西 其實是比較不好操作 那在手機上是比較好操作喔 那像這個喔 下個月要去台南喔 有些業務人員啊 或者是那個過年過節 你要做一些簡訊 要跟人家攻破對不對 在手機上打字會類似你喔 但是你可以在電腦上面 統一操作複製貼上 然後傳送 它就直接幫你用手機的簡訊 傳送出去了 就是這樣喔 那是 應用程式 就是你的手機裡面裝的應用程式 它也可以幫你做管理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把 也不要的應用程式刪除 或者是加新的應用程式喔 那檔案 就是你的電腦的所有的內容 今天怎麼感覺有點慢喔 它速度應該是蠻快的喔 除非 喔 就是網頁喔 就是你的那個無線網路 你的網路如果有狀況 它就會比較慢 因為它是支無線網路 好 它支無線網路喔 那 所以 好 我的網路斷了啦 我重新連接一下 好 現在連到TEST的04 等一下喔 因為我剛剛網路斷掉 怎麼連不上來 我們的網路死掉了嗎 好 有了之後再回來 一樣是137.189 好 137 189 10.100 137.189 137.189 好 好 我們的網路也那麼慢嗎 好 好 這重新連接一下喔 好 所以呢 剛剛是因為網路斷掉 所以傳的比較慢喔 所以你看檔案喔 它可以直接 把你的手機裡面的 系統跟你的記憶卡什麼 它都可以直接抓到 都可以直接抓得到喔 可以直接抓得到 那 像你的外部 擴充的 外部 就是你外部添加的SD卡在這邊 那 其他這個都是電 那個 手機裡面的系統 喔 所以你可以去直接抓到裡面的東西 那 我這個沒有加外部喔 所以就沒有外部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 裡面還有記憶卡 那 所以你要找東西可以在這裡面找 那當然你可能不了解 它的系統的結構 所以它的資料夾放什麼 你可能也不知道 但是最起碼有些常常知道的 像那個DCIM都在是放照片的 這個跟 這個就可以直接使 直接這樣抓 所以你可以甚至可以這樣把它 直接框起來 直接按下載 它就傳到你的電腦的下載資料夾 所以你可以這樣手動處理 手動處理 那甚至你有檔案要丟進來 可不可以 就按上傳 然後就去選擇你電腦裡面的資料 我 我隨便抓一個東西 不要錄影檔太大 教材 這是整個資料夾上傳 剛剛我們是選整個資料夾上傳 網路又斷了嗎 好 那它就可以直接把它上傳 直接把它上傳 好 那這是檔案管理的部分 然後你的照片資料夾 它也可以直接去讀 這是你所有你的手機上面的照片 都可以去讀得到 然後可以直接 直接點下來 就是單一個照片下載 那你也可以打勾 把它全部勾一勾 或者全選 然後下載 它一樣會下載到瀏覽器裡面 就是瀏覽器的那個下載資料夾 它一樣會用一個壓迫檔放起來 好 那所以你的照片也可以這樣做處理 那音樂也是可以 好 好 現在我們那個test領事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 好 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它連接一下 連接一下 還是大家都在連 所以太吃重了嗎 我問一下 你連的是test2的舉手 連的是test3的舉手 連的是test4的舉手 好 4比較多了 難怪4那麼大 好 基本上就是它要連線到無線網路 好 好 各位只要直接 APP打開之後 然後看一下它的網址 好看一下它的網址 是 是誰要連我的手機 是誰要連我的手機 是誰 是誰 我要拒絕 不好意思 好 你要看好你的那個網址 你不要連到別人的 test03好像有點當當的 好 拿一個137.11又要連過 不要連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很多見不得人的事 那天都是 誰要連頓獵 有那麼多 遇到 拜託 好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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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